其實是不敢亂來的 但另一宗案件就不是了 另一宗案件就是誰 鍾佩權 鍾佩權案 鍾佩權就沒有那麼幸運 你遇上一個釘官就沒有那麼幸運 郭偉健 這件事我們昨天說過 他突然間又拿 鍾佩權 沒有看過的文章 你去盤問他 大哥 搞到現在余若薇就拍了 我之前都說過你這樣做不公道 無端端就拿鍾佩權 他沒看過的文章 然後再質問他 大哥 你之前準備審前的安排 你鋪陳那些證供 證據事實 你鋪來幹什麼 你經常在突襲抽水 500多張文章 我怎麼準備 我作為辯方 對不對 那麼 郭偉健 又真的單眼給五姑娘 五淑娟 又得五淑娟抽水 這麼恐怖 那麼他就說 她現在正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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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이文章 尤其是順 αν 歐加倫那篇文章 法律自己是一個形式 他就說這篇文章是會令人看到對中央不滿 因為中央將惡法加諸到香港 法律不信任 那麼鍾佩權就不同意 他就說很感謝 我也不同意 但是你讓我看回這篇文章 我又記起審批的文章的時候 我就理解到作者的意圖只不過是想反映法例 這個惡法 國安法的政治決定的影響有多大 有什麼錯誤 那麼是的 國安法是強加於在香港人身上 沒有做任何的諮詢 你沒有做諮詢的時候 你做這個政治決定當然會有影響 當然會有一些不好的影響 令到香港人會有不滿 這個是事實來的 但是 他補充一句 阿鍾佩權補充一句 我昨晚看完之後 我有一點點自豪 原來我們當日十幾二十個小時發表這麼多文章 他記錄了一條這麼重大的法例生效之後 原來有這麼多不同的人的聲音 他說 立場新聞記錄了優秀的學者 新聞工作者 評論人和知識分子的想法 你會讀到那種知識分子的悲痛 在這麼重大的歷史事件上 預期影響到香港未來的各種面貌制度 他這樣說 我覺得就算他被他老冤也好 其實他也說了自己心裏的一句 阿鍾佩權 我為你講這番話而自豪 你不會因為面對這麼惡毒的五姑娘的時候 輕易地低頭 五姑娘在這裡說 指控還指控 質疑還質疑 那你那篇文章寫完之後有什麼後果 你在這裡指控中央不應該受到尊重 那條文是不對的這樣說 接著講講這個八婆 然後其實他在這個審判尾段的時候 就在那裡問中佩權 你立場新聞啊 你那個網頁版 他有一個什麼 他有一個欄目 叫香港獨立書店 又在那裡抽水 這個死八婆 這個五姑娘 香港獨立書店 我們每天都去的 在香港那時候 他就說 喂 為什麼叫香港獨立書店 究竟有什麼意思 那鍾佩權就這樣回答他 獨立書店 即是非大營連鎖經營的書店 他只不過是剛剛在香港而已 小店 如果在紐約的話 就會叫紐約獨立書店 如果在北京的話 就會叫北京獨立書店 這個我加進去的例子 接著 這個五姑娘聽完之後 她就在那裡裝傻了 她怎麼說 噢 I read too much I read in too much 這個八婆 這個五姑娘真是 我看太多 她每次都是這樣的 她之前借立場新聞的記者 那張卡片來大作文章 其中有一個記者 那個卡片寫著什麼 什麼星火寮園 令她想起星火基金 然後想搞老闆 接著 阿聖哥就走出來 就是在說 這張卡片是我的 其實是在說 阿聖哥對於這個 做記者的那個決心 是啊 真是浪費狗氣 他這些人 基本上就是 將自己那種 見到茄子就興奮的 那種性格 就放上去 見到青瓜茄子 就出了水 是啊 那種態度 拿上去 然後就老闆 中沛權 跟她一模一樣 都是這樣的人 好啦 我們這節的時間 已經差不多了 今天未必有第二節 因為我有其他安排 我會讀東方山博士 所以就